我们今天供这个约施佛 约施佛我收了四十年 学佛四十年收了约施佛四十年 因为我未学佛之前都是学医的 所以一出家就一学佛我就念约施经的了 念约施经 到学藏墨的时候就修藏墨的法 到冬墨就修冬墨的法 所以约施佛收到现在没有病 未看过病 归了之后就没有病 收到现在都没有病 病是有些的 伤风吸收 牛龙痛是有些的 但是都会自己好的 所以这个你又不要说佛法是不行的 有一次我说老花眼 我一次老花眼看不到那些细致 老花眼看不到那些细致 老花看不到那些细致 那就配眼镜啦 去阿椒那里配个眼镜 又什么夜光又反光又什么 弄了几千元去 我还问他会不会变成更事的 他还说不会 没有的 没有理由的 没有理由变成更事的 眼镜是否可以用的 谁知道一回来 港京就很麻烦的 看就看到了 又要戴又要脱又要戴 你不戴的时候又看不到 你戴的时候又麻烦 总之又脱又戴看软件 我就跪在佛前 我说我不要老花我要更事 那果然现在没有老花 多小的字都看到 多小的字都看到 最小的字我都看到 现在这些日文都看到 所以这么多老花师 原来我一个人没有戴眼镜 但是老花多麻烦 又戴又脆 整条脸挂着眼镜在那里 多复杂 所以这个药师法是很好的 就是你修行就是这样 就是你不觉不觉 那他就会帮着你的 那收了40年 难道不帮你吗 那如果收了40年都有病的 那别人懂得了 所以这个药师法 那药师法呢 最初我们念药师经的 药师经 那有一条药师咒 那这条药师大咒呢 药师大咒后面都有的 这条是我们平时念的 药师大咒 所以在这本法本里面 我们先读到药师大咒 七片先 如果你要 你要念 就是你要修药师法的时候 药师大咒的药师大咒的药师大咒 这个药师法本可以看 这个我们现在传那个 就是这个 Kolo Kolo Sintarimato Kiso Aka Kolo Kolo Sintarimato Kiso Aka 这条是药师的小咒 这条呢 药师大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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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大� 这个约丝佛是他方的 所以在曼达娜里面是找不到的 但是这个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就是释迦牟尼佛 所以要知道 如果我们念约丝大咒 这条就是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咒 这条就是约丝的根本咒 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咒 所以凡是佛都是大医王 所以这条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咒 就是奋怒咒 它是奋怒相的咒 所以如果释迦牟尼佛 用这个医病 他用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若释迦牟尼佛就用这个大咒 这个南无佛卡法D被沙车拘留那个 这个呢 所以是否这样分不知道 不过两条咒没有人说过 不过可能就是这样分了 所以小咒就是约丝佛医病 大咒就是这个 不是小咒就是释迦牟尼佛 大咒也是约丝佛 财众生苦老 这条呢就是约丝经就出大咒的 这个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不知道出自何经何典 它是古德华的小咒 这个小咒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还有一条小咒呢 Ombi sa se 就是那条小咒就是下面那一条 Ombi sa se,Bi sa se,Samu tidi soha 这条呢就是约丝的小咒 Diata即是迹雪咒约 所以这条呢就是约丝的咒 这条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咒 那这个约胡硬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咒 这个约丝大咒呢就是法界定印 这个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就是约胡硬 所以这个约胡硬呢 在我们中国来说呢 是没有人有的 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日本呢就有了 日本它就是用这个的 所以这个Kloglogsindalimato kishoaka 其实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医病的咒 开约胡 开约胡 开约胡一开 那就有个R字 那就约到这个受者的身体里 那将那些病呢都逼出来 那这个呢我们做护摩的时候都有的 做护摩 第一你要没有观的而已 不如释灾护摩 那就变很多法轮出来啦 你扔一些东西下去 那就变了很多那些光明轮出来 光明轮呢就是入到那些众生的身体里 比如你要加持哪一个 你要加持哪一个 你要加持哪一个 就入到哪一个 那你要观 那才是有效的嘛 所有东西都是观想的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变出来的嘛 所以我们变出来呢 是由我们的思想变出来的 这个六大元气 就是六大地水火空空 加上我们的意识 所以这个世界的东西呢 全部都是假的 不是真正的 那些东西呢 是我们变出来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真正的 连人都是假的 连人都可能是假的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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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这个修行的特色就是观想 所以你不观想呢 真的收不到 就是没用啦 就是 但是 哎 功得多又头痛 功得多又不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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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了又不会啦 那你 是不是都要观的啦 就是一个 那个观 能够起微妙的作用 你不观的时候 就没有作用 就是少些作用啦 你不是说 一定 一定没有作用的 但是少些作用啦 所以呢 这个 比如说 你收这个 这个自伦观啊 那些 就是要观的啦 那你这个 这个 我入入我 也是要观的啦 所以全部都是靠观想的 而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 都是观想所成的 所以呢 就这个 这个 这个 收这个约师佛呢 这个 这个 约师佛那个 传承呢 就是中苑 这个中苑 这个约师佛这本东西 就是中苑 中苑 和三宪 三宪呢 三宪都是古矣的 中苑呢 就是这个 宏法大师 住过 龙光寺 龙光寺 就叫做中苑 所以就叫做中苑楼 中苑楼呢 就是因为这个 宏法大大师 住过这个 这个龙光楼 龙光寺 龙光寺 龙光寺是高野生来的 那里叫做中苑 所以就叫做中苑楼 中苑楼 中苑楼呢 就是龙光寺大师 住在中苑 那这个呢 龙光寺大师有两个道场 最先他804年就回来了 806年呢 就东子 皇帝就给了一个东子 他本来呢 他就靠了 就是不敢出来 因为显同僧呢 要二十年才行的 不够二十年的杀口 你出来 这么早就回来 是吧 他在中国八个月而已 所以呢 回来就靠了 靠了 后来呢 有一大臣跟他说一说 后来皇帝就给了东子 他 那东子呢 他就照这个青龙寺的 东池他住的青龙寺的规格起的 所以你想知道青龙寺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去东子看就知道了 他每一棵树啊 每一个间隔 每一个楼角啊 每一个楼角啊 都是照东子起出来的 那东子呢 有个金典 有个金典呢 有供这个约师佛 约师佛两边 就有日光月光 日光月光 这两个协事 一个是福 一个是位 这个两个协事 其实这个呢 一个是手换你日头 一个是手换你夜晚 日头又没有病 夜晚又没有病 这个约师佛 24小时都没有病 那这个跟着 下面呢 那个座下面呢 就有十二药叉了 十二药叉呢 十二药叉成像 所以我们呢 我们下面的那个约师佛呢 就是照东子那个做的 我们去李日记 订佛像的时候呢 买东西的时候 他说 我有三尊佛像哦 那个法师订了不要 因为为什么呢 他又不是大尊 但是他的左右很大很高 那这个中国来说呢 你要做个桌子 然后摆起他 又的式那头 那你还在地上 那又好像大尊那头 那所以呢 不適合他用了 那他已经下了些订的了 所以我们呢 就三十万元买回来 那很漂亮的 那东子那头 那东子都掉了 那没有式的 那我们这个有式的呢 那下面是十二药叉 十二药叉呢 那今年是什么呢 今年是 今年是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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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是这样的,月光是这样的 库比拉索阿卡,这个是十二月差 库比拉索阿卡,库比拉索阿卡是一个人 所有的都是库比拉索阿卡 库比拉索阿卡就是人事 这个树就是马库拉索阿卡 所以我们一公收,库比拉就念1808 一路念那些乌基拉,米基拉,昂达拉 这些一路念念,念到马库拉,念到今年的 这个念1808,念到今年 今年1808那个就是狗 狗一手拿个摩尼堡,一手拿把刀 一手刹个摩尼堡 一手拿个摩尼堡 一手拿个摩尼堡 那只手拿把刀,没有东西拿 所以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十二月差 十二月差就守十二个 时辰,或者十二生肖 所以这个 这个 下面那个东西就会转的 下面可以移动的,比如说今年 那十二月差就会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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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呢 这个就好了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 那好像那些星共 有这个十二生肖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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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是 那当然是 在东方 在东方,在东方有个佛稿 这个呢 这个呢 是用自说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的嘛 所以佛要说 这个是医病的 不过呢 我们这个 这个药师经很短的 那出一条大咒 大咒 比沙舌,比沙舌,三毛之地 索哈 那这个是大咒 那这个 我们的 只是东麦念 那这个呢 应该是 我想呢 应该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医病咒 这条就是释迦牟尼佛医病 连大咒呢 就是药师佛 药师佛 就不只是医病的 因为他有十二大院 因为他在做菩萨那时 法国十二大院 所以呢 能够 比世出世间 两种圆满 以时光中雪此咒以大地郑重 一切众生病苦出街翁吻 孟树希尼若见男子女仍有病苦者 当一心为比清淨 醋肉或食或药 或无从水咒一百零百片 与比服食所有病苦出街消除 所以呢 这个 这个药师咒呢 又可以咒一些咒水 可以咒好大悲咒水 年一百零百片就被人喝 所以呢 但是这个少些 大悲咒就多些 这个少些 所以呢 这个是大咒来的 所以呢 但是 又出自哪一道呢 有没有查到出自哪一道呢 是 是 提招咒 提招咒 兴奥 是 是 提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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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提招咒 提招咒 提招咒 他最后就变成是 约思咒 能不能用 金光智 金光智 金刚智的弱尸而鬼 形而弱尸大咒 小咒比沙 osób 莎客 这颗叫 是召请咒 这是啥叫 日本用了asti 即是不正確 所以 但是這條是做藥胡印 那個大咒就是法界定印 這條法本裏就出法界定印 就是藥胡印 藥胡印開藥胡 就用A字走出來 入到身體裡把病障逼出來 所以今天我供得很辛苦 你看看身體有沒有變化 壞了不關我的事 很多人告訴我 病逼了出來 即是觀賞就是觀賞 那你說行不行就不知道 看你受的程度是怎樣 還有我觀的力量是怎樣 所以其實是可以治病的 譬如說人家有病 那你想令到他舒服 你可以 可以 那就是觀賞 那個A字入到他的身體裡 把病在那裡逼出來 那好像我們做護摩那樣 譬如說你做Sindika 這個做護摩的本尊 即是色災 就是很多金光輪 很多光明輪 很多光明輪 就入到對方的身體裡 把那些災難逼出來 全部都是搞工賞的 那你說要錢 或者是增益的 那很多錢 很多錢就跌入自己的錢包裏面 哇 銀包帳簿那個 錢的嘛 他供些魔尼寶 供些錢的嘛 是增益的嘛 如果加持那些藥 你用大酒吃小酒 什麼 加持那些藥 加持那些藥 那些藥是買回來的 為什麼加持啊 大哥 加持那些藥就變了 就不能治病 加持那些藥 所以呢 這個加持藥的東西 不要想太多了 藥就是吃藥 加持就是加持 所以你加持那些藥 是不是就有後一點呢 那這個不知道 唉 那水 唉 挫心 那這個 所以這個 就是趙請咒 但是這個趙請咒 它又奇怪 又歸命 普遍諸佛歸命 蓄疾蓄 蓄疾 就是蓄疾 蓄疾 布殼上 象王 洪伏之上 成咒 歸命 就是南無 沙門多 木托南 就是普遍諸佛 翁就是貴命 咒咒咒 就是速實速實 就是快點快點快點 那暴露 這個 這個 仙達利 仙達利 就是暴惡上 那這個 媽都堅呢 就是象王 那為什麼又變成 約詩小咒 什麼時候又變成 變成約詩咒呢 咒咒咒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 也都未必一定是趙請咒 因為咒咒咒 就是速實速實 咯咯咯咯咯 这里讲呢 龟明就是翁 普遍朱白就是三门多姆托南 龟翁就是龟明 咯咯咯咯就是速托速托 仙达尼就是暴恶相 因为他是无能性明王 这个孟刀吉就是象王 孟刀吉是象王 这个是幸福之相 这样就成咒 不止是照请的兽 但是他这条兽是金刚智 金刚智就是他用作照请咒 即是收供养法的时候 他当他是照请咒 这样一样 但是日本就不是当他是照请咒 日本就当他是若狐婴 那你连个三门多姨 不过问题就是大咒的 但是我们平时都是念小咒 若思流离光联结架好咒 此若思三妹爷 第七队 如果未来就随众生有军 若思无能无法债 人看如释迦 释迦勃得家淡食朱分 若思疗朱病以为义 常见的若思疗 就是左手持狐 右手持无畏仁 西藏的瀑里面有蛤子 西藏拿个瀑 瀑里面有蛤子 所以这些相来说 究竟哪个对呢 当然能说 这个若狐有十二面 十二面有十二生肖 我们以前是做过 做过尼亚记和我们做过若狐 若狐有十二面 十二生肖 里面有十二生肖 我们平时修 我都是有念大咒的 大咒念三次 或者七次 跟着念小咒 小咒 所以呢 就有很多条咒念了 你念这个 日光月光 这个就是中央的若思 所以日本就当这条小咒 就是虐思咒 你可当做护魔 都是用克罗克罗斯 immigration 所以克罗克罗斯 chancellor 其实是无能升 凡黄的咒来的 所以呢 这个 应该就是 我觉得 是释迦夫尼佛医病 医病的時候用的咒 所以因為這個藥師是他方的佛 所以連藥師大咒也有很大的功德 可以點四十八銀燈 四十九銀燈 求藥師經裡面講的 這個是 什麼東西 燈熟了 燈熟了 那他的咒為什麼演變成藥師的咒 沒有講 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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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營請眾聖 若師流離當佛應 這個什麼 給尊請回向 自若師想 若呼嚕呼嚕天打 尼馬道奇諸華卡 先合掌 不登登致誠奉請所魂 今有某甲 某事奉請 善榮清 吉祥王與內 這裏 這裏 在哪裏 這裏 在哪裏 習經和一致 領文經 就說 玉師小咒 就是無能性 因為是同一體 是的 整個學能性和玉師是一體 是的 所以我叫你們 扔這個 不過這個 這個金剛志的 趙請咒 就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這個 因為他 當然是可以趙請 但是這個 應該就是 照這裏 說得對 就是 若師佛 見陀羅尼襲 經病一致頂 他斜也沒有 你用過 供什麼的 古事的鎧 不是 供落後的東西 怎可以 看你這個人 都不是很古老的 這麼小的鎧 怎可以看 真言為若 師真言見陀羅尼 者並一致 驚悟咒 是若師小咒 無能性 若師一啟故 其咒一也 無能性 釋加憤怒生 釋加若師 無能性 即一體異名 又無能性 者細根若名 花言驚雲善能子 海中有香名 無能性 若土比及豬羅背 其發聲時一踩 敵軍皆次退陣 此若力故 若師真言逆服於是 極經醫以其病出裁 無能性 若此因退陣 一切重病重苦 若此此奏得 率地名 明無能性 明王 又識家 若師 形象印契 形象印契傳統 乃作形象 必異尊 以左右至左室 尚其與尊不然 又左足至下 適尊居東方 淨留離心 初夢 即表東方 若師 又識尊伯因 即法界定印 此定印也 胎藏大逆 表阿自北生 女 無能性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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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這條就是 釋迦牟尼佛的咒 來的 所以 那個 與若師流離光如來 就沒有關係 即是 若師流光如來 那條就是大咒來的 若師經就出一條大咒 所以這條大咒的作用呢 和這個 是兩回事來的 即是 就是 就是 就是這個 無能性咒 無能性是一種藥來的 這種藥呢 如果 塗在那些法羅裡 以為打仗 就一定贏了 叫做無能性 所以 塗在那些法器裡 吹響它的時候 一定打贏 叫做無能性 所以無能性 就好像 若師的 若師的藥 一驚 一驚耳蒙 中病衰 所以呢 我們應該就這樣看的 這個 如果你是若師醫病的 就是 若師大咒 你如果要念短咒的 喔 鼻沙咒 鼻沙咒 這條都是 都是短咒來的 有短咒的 他那邊 那根話不是有短咒的 喂 那根話傳到那邊 短咒就是用那個 那這個 這個 應該就是 一般用的 即是釋迦牟尼佛 治病的時候 所用的咒 那這個呢 這個解釋呢 反而是更好些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是藥師咒來的 所以兩個印是不同的 這個 藥師大咒的印呢 就是定印 八戒定印 而這個呢 就是藥胡印 用藥胡呢 就是用這個 即是它 它的 R字出來 入到對方的身體裡 就是這個 人家說 藥師佛 就是釋迦牟尼佛呢 這樣就好像勉強一些 藥同體 你說 Colo Kolo Sintari Matoki Soaka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粉絲 那又不同 因為釋迦牟尼佛 醫病的時候 就用Colo Kolo Sintari Matoki Soaka 那如果你說 若是醫病的時候 就用 就連我藥師大咒 避沙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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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能會講得好一點 這樣就可能會講得通一點 因為大家同樣的問題 你想同樣的醫病 你同自己醫病啊 你有沒有這樣的力啊 就走到你這裏 你這個Colo Kolo Sintari Matoki 藥師佛 藥師大咒 就沒有 就沒有觀賞的 就是藥師大咒 就是法界定印的 因為這個是藥師入定 那所有眾生 因為他的定力 得到加持所有病障所超裁 那這個Colo Kolo Sintari Matoki Soaka 就是無能性明王的咒 無能性明王就是食家蒙尼佛的咒 這條就是藥狐症 那你念的時候 你叫藥狐 藥狐 藥狐是閉著的 這個是藥狐的口 藥狐一開的時候 就走出一個R字來 然後就入到對方的身體 那你會入到自己的 藥狐一入到 那將它一路逼下來 將那些葉障 一路逼出來 流出黑色的東西也好 什麼東西也好 那些R字 一路進下去 就變成一片光明了 就是一路一路的光 一路透透 透到你整個身體 那些病都逼出來 不如你和媽媽生病 那我 就逼到他那裡 逼到他那裡 那些東西也好 人家就走進去 人家有東西要搞 那你就就 就 那我就 入到他那裡 逼他出來 那很有效的 有一次 四月初七 很忙 有一個在馬灣 打個電話來 十二點 十二點那個微分 那我就 打電話來 說要中招 中招 什麼中招 他說吸了八千隻東西 下去 下去那裡 下去 八千隻東西 八千隻東西 怎麼吸了八千隻東西呢 那就坐的士來 他說他整家都是 因為為什麼你 你整天想吸一些東西出來 那見到整家都吸了一些東西 八千隻電話在那裡 那他就走來 走來的時候 那我就 來到 那一來到的時候呢 就要嘗試他 說真還是說假 所以我們呢 多數是唸大火界 唸大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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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唸大火界 那麽辦法呢 就是用大勾召咯 大勾召咯 大勾召咯 拔他出來 真的勾得出來 他想一想就沒事了 所以呢 這些 這樣的眾生 很有趣的 所以这个也是 Korokorosindari matokisoaka 其实还很短 咒短,大火界场 你见到有人走过入魔 Korokorosindari matokisoaka Adi 进入他的身体里 你坐地车旁边的东西 你进入Adi 他总而知 没有东西他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 他就是有东西 Adi是遥益他 没有害他 Adi迫那些 业障出来 没问题 法界定印 所以这里 这里有说 根本默印 Korokorosindari matokisoaka 用这个约糊印 大约 大约就是用这个印 日光就是这个 这里有画出来 大约就是用这个 南无博卡巴迪比沙社区 就是用这个印 Normonildar soaka 就是用这个印 日光的印 月光就是用这个印 月光 月光 月光用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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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Norm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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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mangta 波达能 波达能 心达拉 阿拉巴 阿拉巴 阿索瓦 他 如果他 是这个 何时变的呢 又何时变到 除了这个 还没有第二个 你为什么会变变下 变了弱师的咒呢 这个 小咒呢 他永远小咒 是用这个 是吧 那个 鼻沙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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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咒 鼻沙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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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那这个 小咒 鼻沙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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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吗 日光月光 跟着就是十二神像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就 还有问题 鼻沙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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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有莲蓬,莲花,这个就是花台,这个就是花台,有个爹衣士,这个花台,就是中间那个圈,那个圈叫花,这个是莲花,莲花中间叫花台,为什么用莲花来佛教成是做莲花呢,就是有个花台,佛徒萨坐在莲花上面,你带些花,谷花没有花台, 你只要用莲花,因为莲花里面有莲蓬,一开花就有莲蓬,就是坐在这里,所以就可以坐,否则你拿谷花,拿什么花都不能坐,莲花没有空位给你坐,所以佛要坐莲花,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问妥谭 问妥谭,问妥谭就是藤城,问妥谭就是藤城,问妥谭就是藤城,因为藤城就是,普通的藤城就是,如果你说藏墨的藤城就是四面的,四面有四个口,那些菩萨就在那里,东门什么西门什么, 所以他藤墨就很严重的,那我们东墨的藤城就是,有那些菩萨的,就是没有东西门,就是很少说有藤墨的藤城就是有四个门,那叫藤城,有四个门,那有四个门叫藤城,所以东墨就没有的,东墨就是藥师化十二个人,那叫藤城,那叫藤城, 如果你说正式的藤城,就要藤墨那些,那叫藤墨,那叫藤墨和东墨呢,就争了八十年,这个,这个年花生大事呢,就八零五年,就去西藏,入西藏, 但是这个东墨呢,八二五年就来中国,争了八十年,争了八十年之后呢,所以八十年之后呢,这个印度呢,有圣力派的兴起,所以有双生白,就是有双生白,那我们呢,就是纯墨,我们就没有的,最先出现的墨中呢,是没有双生白的, 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没有双生白的,因为我们是纯墨嘛,那后期那些呢,受了印度的,性力派的影响,有双生白啦,还有有藤城啦,就是每一个都有藤城啦,但是,我们以前呢,就没有的,纯墨就没有藤城的,所以他就说我们是儒家墨咯,他是无相儒家墨的,不是高级一点,他是复杂一点, 他因为是后期的墨中嘛,所以印顺道师说,左道墨教,就是那个已经是,已经污染了的,就是不是真正的佛教,你相不相信所有菩萨,都是伤生的,若是佛佳阿弥陀,佛佳观世音啊,全部伤生的,每一个是登生的,就是,如果我们讲藏墨来讲, 藏墨啊,每一个都是伤生的,阿弥陀佛都是伤生的,所有都是伤生的,你信不信佛佳一定要,拿在一起呢,拿在一起的那些是,这个夜摩天,到夜摩天,你这个戒天来讲呢,四天黄天,就是跟人间一样啦,那到这个韬利天呢,就是只是出气的,就是不会出不正的,那到夜摩天呢,就是有抱着的,就是有抱着的,就是有抱着的,那到了这个, 这个兜率天呢,这个兜率天呢,就是拉手的,接触手的,就有小孩生的,到这个,到这个化落天呢,就是笑一笑,那就会生孩子的啦,就是不用做那些,那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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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化自在天黄天呢, 只是眼神接触而已,眼神接触已经满足,因为肉介,那一路一路淡的啦,那些情欲一路淡啦,到色介那里,根本就没有,没有情欲的,没有情欲,没有食欲,也都没有碎欲,不用睡觉,因为他打坐嘛,不用睡觉,也都没有,没有食物,不用食物的, 因为饶月为食的嘛,不用食物的,也都没有情欲,他也都情欲不起,所以你说,或住在色教景天,或是住在口炎天的嘛,那有什么理由有情欲呢,还要摆满一窟,你说,你说,你说这些东西, 叫灵光车解释了,我们都不跟他解释啦,就是,这些没可能的东西,就是,你说你 wahrscheinlichяв那这么低层次的,还要思考一架呢,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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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就是很低层次的东西来的,就是,就是,就是 scanор вод像都做出的东西那个东西 bouncing b·depend心这个东西 就是所以,这些是很低层次的东西呢,其实,就是这样,现在,说了状牧的东西的东西之后,我们去那多乔名的东西 他把这些黑色的东西讲完这些黑色的东西 因为他受到立川派的影响 查到什么 若知咒人 右手白指下 事博咒人 若有人等 多诸罪障诸女 格能厄弱并诸 铒尼习经是谁 阿地渠多 阿地渠多 陀罗尼习经 诸法应咒 若有人等 多诸罪障诸 虎女厄难 欲传莫围福病诸鬼神 以五色省作咒 容是病人 邀令刑作罚像一区 写若诗经一卷造五彷四十九尺 作得的灯 又救放生四十九头 然后作恩 卖作则即逝离萧香百元 就四十九遍 秋香作罗 声差作所已 这就四十九遍 结四十九遍 一周一结 告足以将此 辟给生药转四十九遍 所有罪障 雪佳千年难证事 但是问题呢 陀罗尼习经 派他集那些经嘛 即是不是直接罚写的经嘛 应该就不是罚集的经 所以他在这里呢 他说仍然是 仍然是 都未必作准的 你说他一定是无能性的咒 即是无能性是一定的了 所以呢 无能性是一样的 所以就记住 无能性就叩咐叩咐叩 我都记错了 如果你要用药胡音 就一定是无能性的咒 就不能够 药胡音就用到这个大咒 这个药丝大咒呢 本身就是 威力就是除一切的苦 所以这些东西日本人又不搞 等我们去搞 等慢慢查 日本人有很多东西不明白 日本人有很多东西 因为那些水准低一点 因为他中文的认识 他是低很多的 还有理解力 他是好像低一点的 即是没什么办法 可以看到一些深的东西 你看他作一些表达就知道 他很有趣的 作得 那大家还有两个问题 是的 没有的 那个R字 因为他用R字的意思是 因为R字呢 是这个大日的字 这个R字是胎藏界 胎藏界大日的 这个R字一般是用来清淨啊 用来什么都是用R字的 所以为什么要不用胎字呢 虐藏是胎字 因为这个鼻沙舌鼻沙舌是胎字的 为什么不用胎字 要用R字呢 这个不知道 这个就是月光三昧 月光三昧就是出个R字 入到对方的身体里 所以这个虐藏 所以又可以看到 这个未必就是虐诗的法 就是你释迦牟尼佛的法 就是用R字 所以他也不是 他就是若诗佛 如果他是若诗佛 他用个啤字 用个啤字 用个啤字 就在身体里 那就是他又不是用个啤字 所以又证明了 他是释迦牟尼佛 看来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 如果按照我的看法就是 若诗佛就是若诗大咒 和若诗小咒 若是释迦牟尼佛 要来医病 就是 因为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那你就用释迦牟尼佛的法 来医病 所以他就不用个啤字 就用个R字 用个R字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是 好了 慢慢叫阿成 查一下查到 查这个资料 下次要告诉你们 这个要慢慢查 我问一下 那些是没有几次的 一百零百 一百零百 这样呢 免得念一百零百 就是头的 库比拉 念一百零百 然后念到你当年的 比如今年是九年的 九年 拿刀 拿个方黎堡 那他 他这个 就是蓝色的 上高有只九在那里 那你就是库比拉 那你就是库比拉 那你就是 库比拉 你就是念这个 阿马库拉 你就是念一百零百 这个 这个念多少呢 不是 不是我们认的 就是念多少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多时间 你念多些 小时间就念少些 就是不是说 你一定要念了这么多 才行的 最少是七次 就是如果你说 没有空 最少是七次 那你如果没有空 就去飞猪 所以没有空 就去飞猪 这个很快 就是这样 就算念一百零百 也很快 所以我们呢 我们宝宗的念 就是念这个 约斯 我们念三百 然后呢 日光就念一百 一百零百 月光 一百零百 呼比拉 就念一百零百 到这个 当年的 那个 那其他 其他 就念一次的 那些 烏烾那 那个 那些念一次 就是 在 怎么做呢?好像今天我做护摩 做护摩的什么?六次经咒 这个卡痴卡痴卡比痴 这个康苏康苏大痴八痴 先痴卡索瓦卡 你念到来,火都关掉了 所以你要抛的时候,你就不是念名一次抛 你不是念了整条哨抛 所以你就算它抛多少次了 就一路念一路抛 你计算它抛多少次了? 就不要计算它,念完一次就抛一次 你念到来的火都关掉了 你这么长条哨抄,你就算熟了 你都要有牌子了 卡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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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痴卡痴 这个大痴巴痴 仙痴卡痴瓦卡 你这么长条哨抄 你不懂了? 鲁马户森尼巴斯拉登坑 鲁马户森尼巴斯拉登坑 那是法 那是法 所以那些咒有长咒 有短咒 有中咒 长咒是用来修成咒法的 你正式的时候 年一八零八就是成就法 成就法 成就法 就是多数官个字种的 比如说你要修成就法 修约施法的成就法 你就官约施法在你前面 那你就约施法 那是个啤字 由你的口那里出 就下约施法的脚 约施法的脚 跟着就上到约施法的口 约施法的口 就下你的头壳顶 一路循环这样念 那这个呢就是正念纵 这个就是正念纵 就是驱除你 因为呢有官过的时候呢 你又有些东西进来你的身体 你不要说那些东西 是我们官上 官得多就有效的了 你经常说我就是佛 就是我 我入入我 我入入我 我入得多你就是佛的了 就是你入得多你就会改变你身体的东西 尤其是说医病那些 或者消除一些障碍那些东西 那你入得多就变成了一个身体清静 不是为什么会没有病呢 所以呢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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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大罩呢 就是108 就是正宫上的 其他那些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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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伦陀罗尼 大伦陀罗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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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重要的 这个人呢 就是 病 病就没有答应 答应就会病 所以没有病 一次次 因为 除了 很喜欢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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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麽都掉了一會兒 再抵抵法師 一等下病了不可以來 一等下這個不可以來 那個不可以來 法會又不可以來 我是沒有法會的 我全部的法會都遷就了 為什麽呢 我沒有法會的 我們自己贏的 就是遲些 比如說你要放生 放年生回來講經 這個6月3號 6月3號就放生 放生就4點多回來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為什麽4點多 4點多起床 為什麽4點多才來見頂 2點多啊2點多 不過現在你習慣了也好 所有事情都要習慣了 排隊入錢就要習慣了 看牙醫還需要鎖你幾個小時 鎖你坐幾個小時 你就要不可以看 所以今天我收到3點多吃飯 吃到4點 4點我都要休息的 睡了10分鐘 那天天出來就4點多了 那不簡單 那不用睡覺 那都要休息的嘛 不用睡覺 因為沒有睡覺 但是要休息的嘛 所以我們是5分鐘就要休息的 5分鐘就可以休息到的 就是我們幾分鐘都可以的 所以幾分鐘都好精神的了 那所以呢 所以你看到現在都沒有很硬睡 是吧 因為2點多起床 還有10點多睡 2點多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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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護膜呢多熱啊 30幾度 就是做了前後10度 就是你由30度做到40度 就是前後10度 就是前後10度 10度 他還沒有 那個溫度計 不是在火旁邊 在火旁邊更高一點 但是沒有辦法啦 收了錢 那些錢不是我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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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是不會令人黑的 所以你們呢 美容呢 最重要是要消化它 就是焗蔥拿而已 焗蔥拿而已 就是把雜質的逼出來 還有啊 你要吃珊瑚草嘛 珊瑚草是那些 刮膠原啊 刮膠原把你的細胞 撐大它 那就不會白了 美白嘛 刮膠原 就是珊瑚草啊 不要吃紅色的 吃了紅色那些 雜質多 那就不要吃紅色珊瑚草啦 你以為紅色珊瑚草 就是肉血 紅色補血 我覺得不是啦 就是紅色珊瑚草 不會好過白色的 就是它 它應該有雜質才是紅色的 就是不是說 哎呀紅色就補血 所以紅色珊瑚草 你一定好過白色珊瑚草 我都不覺得是 是吧 應該就不是啦 你那個 污染了那個環境 污染了就變了紅色的 看來 因為它最多做貢品 那次是印尼那些貢品 在岩石裏採 那些東西生在岩石裏 最後才是用條繩 綁著一隻隻的 扔到海裡 過幾個月拉上來 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就是把那些小的撕 一支支的撕 綁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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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 綁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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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它是會白的 你不是吃生芒草漂亮 吃火龍果更漂亮 因為火龍果是紅色入血 去到你的微絲血管 就是這些紅色的東西 紅色素去到你的微絲血管 切得到 所以 所以我以前很黑的 好像現在白了 因為 我的腳 因為 我的腳是 膝蓋會結結結結結 現在吃了幾個月 沒事了 吃了一整年生芒草 現在膝蓋 因為膝蓋的位置 他自己的位置叫一叫 會痛的 現在沒事了 賣的骨膠原 那個軟骨蝕了 那個軟骨供濕 十字硬底下 那個軟骨蝕了 一定是有責任的 我覺得他一定是有責任的 火龍果是麒麟果 不是火龍果 它是糧 那些是糧的 那些是清糧的 那些是綺麟果 是糧的 吃少一點的 吃多少 現在可能買到 買到馬來西亞的了 現在是台灣和大陸 海南那些都吃得的 海南那些都甜的 海南小一點 海南都是用馬來西亞那些做的 因為那些總是馬來西亞的 越南那些就不行了 越南那些是長形那些 有陣地雷味 那些有一陣味的 越南那些都有一陣味 有陣地雷味 當然是打仗 打得住 那些火藥在那裡 是啊 為什麼 什麼 我呢 我六十七歲 大哥 你幾個歲 吃鹽多過你吃米 好 好了 說到這裡 不過慢慢查 叫阿成慢慢查 慢慢有時間 慢慢去查看 為什麼會弱師